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核武 现在可能看到是不存在 但是俄罗斯的部分 在核武的部分早就已经开始做好准备了 BBC特别报导说 当时在2022年2月24号的时候 也就是俄罗斯他当时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 核武基地就已经进入了全面作战的戒备状态 这是来自于当地的一个俄罗斯的逃兵所透露的 他说在基地那边也经常做演训 而且士兵他们的动作已经到非常的熟练了 两分钟时间就能够立刻就位来进行打击 好 再来提到的是 一直反战的是这一位德国的前总理梅克尔 他也特别谈到了俄乌战争 他说还好当年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没有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要不然俄乌战争早就已经开始开打了 那梅克尔还说担心普丁会使用武力 所以他特别提醒了这些西方国家 说你们一定要避免任何国家去使用核武 这一次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 他说还好中国是希望避免使用核武的 一定要记得俄罗斯 它是除了美国以外的最大核武国 好 我们请游老师来看 怎么看梅克尔针对核武的这些言论 那特别这次点名到了中国的立场表态 这么的重要原因是什么 Angela Mekker是德国战后的少数基因的领袖 我2010年之后在柏林开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手讲话了习惯把手围成个菱形 那个时候的话 整个他的经验海报就是Mekker 他的手势一出来连脸都没有 大家就安心了 永远是高票当选 为什么 因为他非常聪明 有的时候我必须坦白讲 有的时候他到台湾来访问的时候 那个时候刘兆玄的院长跟他讲说 我们两个人对政治的判断都很准确 我们相信政治里头只有几率 因为我们都是学化学的 我们拿大学也是学化学 因为我们政治家族有做的判断 才会蠢到不能再蠢 因为只有赢跟输 所以不知道这是个几率问题 那川普讲的大概六个问题 我必须要强调 Angela Mekker之所以聪明 他非常了解这种情况 第一个的话 他是竭力地阻止 没有让乌克来加入北约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要发展德国的经济 我在欧洲住的时候 德国经济是如日当中 一枝独秀 变成了整个欧洲相对而言是稳定的力量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梅克尔跟 因为他自己是东德人 普丁刚好是东德的KGB的老大 他们原来就认德 德国经济都非常流利的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普丁会把心里话告诉他 只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话 什么都好谈 所以他自己非常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梅克尔的话 现在不在 真的是欧洲非常需要个领袖 我有时候讲到这个事情 我听说大先生讲我难过 因为我在欧洲浪费了我的青春 长时间就一定要有这个逼透露出来 两分钟内通通已经做好准备了 如果你来用的话 我们马上就回应 那我觉得大陆本身来讲的话 也是个核武大国 不过梅克尔讲得非常精确 就是还好中国一直出现世界和平 如果中国这次已经下海的话 那直接大乱了 好 谢谢任老师 再来我们持续来关注 乌克兰的第一线的战况 我们先分成空战 然后再来看到陆战 空袭的部分 乌克兰空军特别提到了 俄罗斯在11月25号 也就是本周 周一跟周二的这个期间的夜间 对乌克兰发动了猛烈 而且他说是创纪录的 来自无人机的袭击 这一次统计到 是发射了188架的无人机 其中包含了伊朗 他所设计的见证者无人机 莫斯科还发射了4枚 是来自于伊斯坎德尔M弹道导弹 对多个地区造成了破坏 而我们看到 俄军大面积强力度的攻击之下 实际战果又是如何 刚刚提到的是空战 我们来看到陆战的部分 现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也做了一个报道 俄国的南方军区第51集团军 他们在突袭部队的支援之下 已经攻陆了 对那此刻 它里面的库拉货卧的市中心 泽伦斯基自己也这样说 他说确实现在乌军在库拉货卧这边 事情是艰难的 而且泽伦斯基特别提到了 这个乌方的军队也这样说 过去一天真的是交战 前线发生了超过200次的战斗 路透社也报道 光是11月份 俄罗斯的军队在乌克兰取得的土地 等于伦敦一半的面积 这样子的面积跟这样的速度 已经是最快 也是战争爆发以来 目前最快的了 那本月呢 俄罗斯已经拿下了 大约667平方公里的土地 和平谈判之前 我们看到俄乌现在猛攻狂轰 接下来战况会不会变得更加激烈 尤其我们提到的是第一线的状况 华干哥怎么看 2022年的俄乌战争开打以后 然后二月开打 对不对 然后开打到七月 俄军进入到乌克兰领土 就没有动了 就没有动了 大概占领了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一直没有动 就打来打去 大家就一直听到他们 不断地这个 就是说冲锋 然后你来我往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两军之间是没有太大的进展 两年来没有太大的进展 是大家一向的印象 说我们不是三个月前 就已经打到红军村了吗 我们现在还没打进去 好 我跟你讲 那个是一个包围的态势 也就是说 俄军他其实没有那么快地去动员 但是到了七月之后 态势就急转直下 到了八月 到了八月 你就突然发现说 俄罗斯的部队 他怎么进到库拉霍霍了 他直接到了 红军村的南方 去围库拉霍霍 还有很多城市都已经陷落了 那就是让你这个地方孤立起来 所以整个战线长达一千公里 之长啊 到了这个十一月的时候 已经占领了 光一个月 光一个月 三十天之内拿下半个伦敦 半个伦敦多大 两百三十五平方公里 一个伦敦大约 将近五百平方公里 所以拿下了半个伦敦 大家听起来半个伦敦有很大吗 像一个台北市那么大 比台北市大一点 我可以告诉你 很难 为什么很难 因为乌军都是最精锐的 比如说第四十七机械化旅 跟第七十二空降旅 在前线 所以我老实讲 这些人补上去的都是精锐 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 有效的口袋把它收紧 就是因为说 这个是最前线 这个是一定不能 兵家兵争之地 绝对不能够让二军攻进来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其实这半个月来的进展 非常的大 就非常的大 那到现在为止呢 你说也发射了 我们上次 上个礼拜说 它发射了这个RS-26 或者是说真果树飞弹 现在又发射了伊斯坎德飞弹 俄罗斯这种飞弹非常多 它的武器库里面非常多 就看它什么时候 要拿出来用而已 但是我跟你讲 现在我们还是要讲到一个重点 其实普丁的脑袋 跟川普的脑袋里面想的 可能是同一件事情 因为川普他现在就在想说 你那拜登怎么一直叫我 一直要送钱过去 干嘛 为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要在我来接任你的时候 我该给乌克兰的钱 都给了你知道 其实我跟你讲 川普现在想的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前置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才终于说出来 他们的目的是说 因为乌克兰可能有两到七兆的稀土矿产 要用稀土来赔付你欠我的46亿美金的战争债 所以说川普打的是这个如意算盘 当然我们听到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心里有些想说到底是真是假 对不对 就有点像说美国要把 刚刚大千讲要把 本来是给乌克兰的核武器给 还给乌克兰 那个核武器还是在乌克兰那边吧 还是在俄罗斯手上吧 这个美国是把核武器运来再运回去 那个不可能的 因为历史上 也就是我们文献上没有这样的记录 也就是说这个新闻是怎么来的 我也很存疑 所以没有这样子的核子武器 转运的事件 这件事情是很莫名其妙的 而且早就该被销毁 假消息 约时报写假消息 跟民进党学的 我们专家看起来都觉得是 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叫胡说八道 好不好 所以要把乌克兰的旧核武 还给乌克兰 那东西在谁手上 那不是在俄罗斯手上 那俄罗斯怎么可能可以给你 这个是没有逻辑的新闻吧 OK 大概就这样 所以这场赛争我们看到 其实还涉及到这个 整个是商业利益 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在持续的推进 那其实俄乌双方都有自己的外援 首先在俄罗斯 它是来自于朝鲜的外援 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讲 这个乌克兰 它又来自于南韩的外援 在外援的部分 乌克兰的国防部特别透露 说北韩向俄罗斯提供的 它的飞弹 包括了有100枚的KN23 还有KN24的短程弹道飞弹 另外还派了军事专家 去维护这种飞弹的发射器 乌克兰也说 其实从去年底以来 俄罗斯就一直用这些飞弹来攻击乌克兰 比较特别的是 这当中还发现 这个零件制造箱是来自于英国的 好 刚刚也提到了 乌克兰的方面则是由南韩来帮忙 在乌克兰的部分 外长跟南韩的外长 这一次特别进行了场边的一个会谈 也透露说 乌国近期会派他们的特使出访南韩 讨论的就是因为朝鲜援俄 他们要做一个情报的交流 南韩也公布了 确实未来可能就会有新一波的援污方案 一边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 就是俄罗斯加朝鲜 另外一头我们又看到是 乌克兰加南韩两大势力 川普他一直喊 他说希望停战 希望能够停战 但是我们看到这时候南韩 还说持续的要援污 到底南韩他的想法是什么 委员怎么看 造成全世界现在战火不断 这个纷扰不停的情况 这些世界各国的政治人物 大概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坏 坏的政治人物 譬如像拜登 像纳坦雅胡 像哲伦斯基 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盘算 所以战争对他们都是有利的 那么第二种就是笨 那么笨的政治人物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 像德国的肖茲 法国的马克宏 这到底要多笨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无法理解 南韩尹徐月也现在差不多了 就还是那句话 尹徐月到底干你什么事啊 就是北韩去援助俄罗斯 那是北韩跟俄罗斯 有军事同盟的关系 你跟乌克兰有军事同盟的关系吗 你这个时候掺那一手 到底是闲着没事干 你是觉得这个首尔 是不会被打就对了 特别是大家知道 现在南北韩是陷于一个停战状态 而且南北韩现在彼此的关系并不好 而且几乎已经跌到了谷底了 就是北韩已经扬言 未来没有打算要统一 南韩不是跟他同一个国家 炸断了彼此所有的联系了 看起来两边可能这个冲突就一触即发了 你南韩闲着没事干 不就好好保护你的首尔 你现在还去参一咖 跑到了这个俄乌战场上去提供飞弹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 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 美国跟西方国家 对于北韩去援助这个俄罗斯 觉得这是不可饶恕的问题 可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想过 那你们援输了乌克兰多少 乌克兰的飞弹 乌克兰的飞机 乌克兰所有的武器 不都你们给的吗 那你们给了他这么多 北韩这种国家给他一点 你们有什么好叫的呢 不要说北韩啦 现在你看到 夜门胡塞武装组织也准备加入了 坦白讲这些东西 大家知道北韩 胡塞武装组织 这个伊朗 中国 俄罗斯 原本当然跟美国都是不对盘 也是美国black的对手 可是原本他们彼此之间 没有这么紧密的关系了 都是因为你们这群又坏又笨的政治人物 把他们绑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局面是你们造成的 那尹徐悦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一个蠢字 就今天南韩要面临到 来自于北韩的威胁 已经是非常严峻了 而且各位要了解 北韩是一个 不按照牌理出牌的国家 说难听一点 他真的挥军过你38度线 你能怎样 你到底能够怎样 打一打停一停 打一打停一停 对他一点来说都没差 反正他的人民过的日子 本来就很辛苦了 跟你南韩经得起吗 所以今天是南韩经不起 这样的瞎折腾 而南韩的政治人物 却笨到说跟着 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些领袖 一起缴获在 俄乌战争的战场里 最后赔上的是什么 最后赔上的 一不小心就赔上了南韩人 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经济成果 好 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到 多一点的国家 刚刚看到的是 朝鲜跟南韩 现在来看到欧洲 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德国的部分是 唯一目前比较稍微反战 然后稍微 态度上稍微 稍微保守的国家 德国不提供 他们的金牛做飞弹 那他们也证实说 俄罗斯跟欧洲国家 正在关系恶化 所以德国其实很紧张 他们现在正在拟定一份 叫做防空设施的清单 那也做手机APP 就是说 如果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的话 民众就可以用这些来做避难 所以德国看起来 是非常的紧张的 现在 几个比较鹰派的国家 先来看到英国 说要提供 数十枚的风暴指引 那也支持英国首相 施凯恩上任以来首次 再来另外一个鹰派国家 就是刚刚提到的法国 他说我们支持乌克兰 是没有任何红线的 其他国家也不应该有 但是问说 会不会派兵来支援 这场战争 他们又比较保守了 又说 我们不舍弃任何选项 这话也讲得非常的模糊 瑞典同样的 是要来做这种 战后的军工企业的商机吗 他们说接下来 会在当地 乌克兰当地 生产长城的飞弹跟无人机 来帮助他们 那瑞典还说呢 明年跟后年 每一年还会拨款 22亿美元的军备 给乌克兰 现在除了德国之外 其他英法瑞典 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这么英派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是想要成为欧洲霸主吗 那另一方面 德国他现在在做防空避难 是已经感受到 可能会有威胁发生了吗 岳老师怎么看 我这个完全是 从分析这个笨的阵营 从坏的阵营 我就不要分析了 那德国不是制造的吗 对不对 你讲那个肖子的话 本来我们刚刚讲到梅克尔的话 他说在我任内 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乌克兰绝对不可能加入北约 只要说这句话 那普丁基本上的话 也就OK了 就没有任何事情了 那你现在搞到北溪管道炸了 冬天马上要来了 德国人不能不洗澡了 对不对 那我们系上也有德国同事 他们现在就是垂头上气的 以前很得意 说我是德国人 那现在一讲 就是笨的代表了 对不对 那个其实讲起来的话 也是非常麻烦 那这最笨的话 就是英国跟法国 一直不断地在拱火 其实他们这两个应该是又笨又坏 为什么 因为他们笨 是因为他们本身来讲 他们这个要提供 继续提供武器 希望他打下去 人家拜登是拉不下脸来 继续要搞 那他们跟着学 那么坏的是 因为他们隔得很远 你知道吗 所以说他们是嘴巴讲一讲 而且实际上的话 讲的事情 尤其是法国 讲话都是模拟两口的 就是说我们不舍弃任何选项 废话 哪件事情是绝对舍弃选项的 就根本都讲不清楚 不过我觉得 这个他们所谓的 金牛座的飞弹提供的话 对于德国来讲 因为普丁现在是看转了德国 这个金牛座的飞弹 是德国跟瑞典联合出产的 韩国也在用 他们基本上的话 就是普丁在讲说 对于英国法国 因为隔得很远 他们是杂呼杂呼地叫一叫而已 但是德国这边的情况 就很不一样 因为他们很近 再加上的话 德国萧茨因为笨到极点 一开始表现得非常积极 现在突然伟大不掉了 然后自己的话 我觉得梅克尔之间的 接受采访的这段话 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警讯 因为萧茨到了明年 二月就要提前改选了 根本就等于是看守内阁 他基本上是颇脚压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连德国内部的 极右派啊 所有人通通都在反对他 萧茨在德国的支持率 怎么低到什么程度都不来想 我跟你讲 德国现在要救的话 可能梅克尔要重新出山 刚刚讲到瑞典的态度 老师又怎么看 然后未来谁会成为欧洲的霸主 您认为 瑞典根本就不行了 非常小的国家了 非常小的国家 瑞典才刚刚加入北约嘛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 我跟斯敏要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们这些外交官 讲到自己国家代表的立场的时候 包含卢森堡这种小国也非常强硬 这是国家的尊严问题 那你其实你管啥用呢 以前为什么叫芬兰化 就是芬兰在俄罗斯旁边 啪的要死 现在加入北约了 那美国现在搞成这种样子 美国换了川普以后 他讲 现在他就想办法谈谈谈谈 然后到时候说 我一宣布20小子内结束了 他现在要干的是这种事情 那从欧洲的国家的话 为了面子就在那边死成活成的 我不太懂这真的有啥意义 而且欧洲国家 其实现在都已经会要崩盘了 就如果大家看一下 刚才老师讲的 像德国连续两季经济负成长 对 然后德国的企业出走这么严重 法国 大家看一下法国的债券的价格 有升到多高了 升到几乎已经超过 西班牙跟意大利了 法国自己都有债务危机了 所以欧洲都会要崩盘了 想谁是霸主有什么用 一群乞丐里头 然后争谁是霸主 盖帮帮主 选个盖帮主 就这样子 好 没啥意义 谢谢委员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